我睡到半夜上也是会睡晕 他觉得奇怪 他是冷气太冷了 台风天嘛 是冷气太冷还是什么 他想起来把冷气关掉 一起来吓坏 三个人 今天鬼话连篇 我们又把鬼话之友给请来了 对对 我们节目的常客 天大哥 你好 你好你好 两位好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主要是这个天大哥 声音太吸引人 对 还有磁性 是吗 如果在电台里面 听到这种声音 不要看到人 不是 对对对 不要看到人 这个天大哥 你有没有看我们的 那个不可思议 阴阳眼大集合 看过 看过 可怕吗 还好 还好 有些人会看到神佛 您相信吗 我想有鬼的话 应该就有神佛 这个说得好 对对对 可是今天就有人看到那个 而且还看到说某人后面有某些跟着 而且如果比方说甲看到乙的背后有一个人跟着 然后如果甲告诉乙的话 那丙 丙没事 丙没事 可是丙会生气 就是甲看到乙的背后有丙 然后跑去告诉乙的话 丙就会生气 反正还是这个我们也看不到 也不知道 晚一点再听吧 好好好 还是先来听天大哥的故事 你故事一定很多 先听我的故事 好 十几年前 台湾有一个相当有名的鬼导演 姚峰盘 姚峰盘 姚导演 那么那个时候我曾经跟他做副导演 跟副导演 跟他做副导演的时候呢 我亲眼看到我们姚导演呼风唤雨 尚达天听的本事 还是有练过吗 不晓得 特异功能 十几年前拍戏 那个时候 有一次在台中带大甲 因为姚导演一直都是拍鬼戏 那在台中大甲拍戏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拍的是夜景 工作人员去都准备好了以后 可是天气不太棒嘛 天气太好 晴空万里月亮很亮 其实是需要一些阴风惨惨 对阴风惨惨 乌云遮月这样的画面 那么姚导演在那边等 等了半天 他看一看天上 他讲 这个时候要是来点风 来点云多好 说完没多久 起了一阵阴风 然后真的就有一片云过来 把月亮给遮住 大概只露出三分之一左右的月牙 刚说完 太好了 姚导演一看说赶快拍 就拍了几个不同的角度 拍完了以后 风也停了 云也飘开了 月亮又出来 刚刚好 刚刚好 完全配合他所要的那些情况 那么还有一次 这就是我跟他做副导演的时候呢 是大概是 也是蛮久以前的 半夜一两点钟吧 拍戏拍 拍到一个程度以后 姚导演跟我讲说 诶 平春啊 去找一只猫头鹰好不好 天哪 半夜一两点 让我到哪里去 给你老人家找一只猫头鹰 那怎么办呢 他说 好 答应我试试看 不过蛮晚的 很难找 那这个时候 我正在伤脑筋 我在想 台中大甲那个地方 而且在那荒山野岭里面 是 那你如果要我去找到台中 大甲镇上去找的话 大甲镇上 怎么可能有 有卖猫头鹰的呢 正在伤脑筋 不知道怎么办 诶 就飞来了一只猫头鹰 而且停在树上 那个要的位置 停的位置完全是 我们姚导演要的那个位置 我刚才讲 我说导演 你看刚好有只猫头鹰 导演一看 诶 好 摄影师赶快拍 那拍猫头鹰要打光了 那打光的时候 我们都不太敢出声音 万一猫头鹰受到惊吓 会飞掉 会飞掉 诶 没有 完全没有飞掉 整个静静地站在树上 然后那个头就这样来回摇摆 然后拍 赶快拍 感谢观看 电认真热 给刘洛 让一面 解论 嗯 解释 就不忧 不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等到我回来 回到原来的位置 又要过去的时候 准备要拍的时候 我感觉到是两个影子在里面 那那个时候 我自己人本身开始 从脊椎骨开始发凉 一股凉意 从脊椎骨一直扣上来 人开始不舒服 而且有点晕 那但是那个时候 也不能停下来 还是要拍完 镜头拍完 然后没有关系 我说那答应我们正式拍好 虽然还是有点 那个眼睛感觉有点 out of focus的感觉 那看他还是两个影子 重叠的那种感觉 那不管 正式拍 导演喊了camera 完了以后 我整个走过去 聚精会神地走过去 因为那是一把真刀 我很小心 走过去以后 看确定都没有问题了以后 一刀捅下去 然后血马上流出来 整个白睡衣染红 染红 让导演喊卡 那我认为那个镜头 已经OK了 没有问题 结果回眸 后来发现 血包没有破 血包没有破 那眼红的是什么 他人也没有受伤 结果不晓得什么原因 好像那把刀会转弯一样 捅到我自己的手上 就这个位置 看不是很清楚 可是有一种痕迹在这里 有痕迹在这里 对 所以他身上的那个血 是我手上的血 那那个时候 刚好是阴历七月份 我们姚导演拍的那部戏叫七月幽灵 没有事先没有本来的 败过了 也败过了 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除了看到那个影子的晃动 你自己没有看到别的比较 第三空间或是什么 没看到 自己本身没有看过 可是有时候会感觉到 这怎么怎么样感觉 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出去拍戏 或者是出去作秀的时候 那有时候会到南部那种乡下 那种小旅馆里面去住 那一进房间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 而且整个人发凉 雞皮疙瘩马上起来 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打死我都不住那间房间 第一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 一进房间的那一个感觉 整个发凉 雞皮疙瘩马上起来 不住不敢住 换房间 刺场不对 对 可能是刺场不对 那另外讲到刺场 跟饭店房间的事情 我另外还想到一个故事 以前就是有一次 我跟庞祥林 一起到花莲去烙军 那节目是我跟庞祥林 两人主持 那个时候中市有一个歌星 叫夜兰香 那那天去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台风 飞机一路很颠簸过去 到了花莲好不容易降落 那时间还早 离晚上演出的时间还早 那那个时候演出 你晓得主持人之间 都要先套词 对 把词先套好 跟歌星都先套好 那我跟庞祥林 就在房间里面套词 他们其他的歌星 就在休息 在房间里休息 那休息的时候 突然就好像是 因为我们都住在同一层楼 同一层楼里面 那我反正听到楼的那一头 有一声惨叫 那我起先以为他们歌星 在玩在闹 我也没有理他 我跟老庞继续在套词 后来不对了 门打开 有人在走廊上喊救命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 那我跟庞祥林 就赶快冲出去 看是怎么回事 夜来像 脸色苍白冲出来 还穿着睡衣 冲出来 完了以后我就问他 我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中午在休息 累嘛 他想离晚上演出 时间还早 再稍微休息一下 他就在躺在床上睡觉 越睡越冷 越睡越冷 那他想起来 把毯子拉起来 盖在身上 结果他一坐起来的时候 他吓坏 他就看到床尾那个地方 有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先生 坐在床尾里面看 就这样看到 把他吓坏了 所以一声惨叫 然后冲出房间来喊救命 那我们想就说 那可能就是碰到好兄弟 另外一个空间的朋友 那就跟他讲说 那这样子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跟服务生讲 换一个房间 反正饭店很空 台风天没有人去嘛 饭店很空 那同样的 还是在同一层楼 换了一个房间 换了一个房间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晚上我们就去演出 演出完了以后呢 军方非常热情 还请我们吃宵夜 吃完宵夜以后 回来时间就比较晚了一点 那想大家就各自回房休息 那第二天还要赶到台东 那就大家就各自回房 那我跟庞向林住一个房间 里面两张床 睡到 这青年纶里面的房间 就来给人家 是你觉得什么 在这儿就听说 他是谁 都不争害的 我不知道 就来给人家 你们在那些 有啦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